上一讲呢 我们讲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形成 这一讲呢 我们继续讲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史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典籍里面呢 作为群经之首的义经 开头两卦是乾坤 乾卦呢 象征天 坤卦呢 象征地 到天地初开之时呢 象征万物死生的 就是 尊卦 这个尊子的意思啊 它与细菌的菌子 相同 在地球的生物发展史上 植物的产生 最初呢 它就是从单细胞的菌类开始的 那么这个尊是什么意思呢 草木开始萌芽 这就称为尊 它象征着这个草木啊 萌生 瀑涂而出时的艰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尊字的甲骨文字形 你看 你看 就像草木开始发芽 这个芽界呢 开始钻出了这个地面 等到草木重生 等到草木重生 展示茂盛的时候呢 它就称为臀 表示聚机的意思 你看 一个字 两个读音 它分别表达了草木 萌生 和草木重生 这两个阶段的状况 是不是很有意思 由于草木茂盛 水草肥美 动物们就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所以呢 长势良好 牛羊 繁衣 成群集队 有了肥美的草木 又有了成群的牛羊 所以呢 也就有人开始在这里聚居 一开始呢 聚居的这个人不多 所以呢 它就称为小屯 后来呢 由于人口的繁衍生息 这个小屯的规模啊 不断的扩大 就发展成为大屯 这个屯呢 我们现在称为村 实际上啊 这个村子 在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臀子 加一个耳朵 这个成群的牛羊啊 需要有人来放牧 而聚居的人群呢 也需要有人来管理 这个负责管理的人 叫什么呢 就叫尹 为什么管理人员 称为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尹字的甲骨文字形 它就像一只手 手里呢 拿着一根棍子 或者一根鞭子 当这个牛羊 不停管理的时候呢 就挥动 熟悉这个棍棒 或者鞭子 于是呢 这些牛羊一害怕 它就听从智慧了 所以呢 就用这个影子 来象征管理人员 最初的这个管理方式啊 它跟我们现代人 所理解的管理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种方向性的 引导 指导 没有强制性 所以呢 这个影子 与引导的影子 这两个字呢 读音 相同 也就是说 缘 是一样的 叫同源 这个直接的管理人员 或者说 基层的管理人员呢 就称为影 在影的这个上面呢 还有更高的管理者 它呢 不需要直接面对 基层人员 只需要呢 给出指导意见 然后呢 再由这个影 去负责具体实施 落实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呢 它只需要动壳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在这个影子的下面 加一个壳子 这个呢 就成了君子 影呢 需要自己动手 去具体落实 而君呢 这需要动壳引导 很显然 这个君啊 它所管理的能源和地域 要比这个影 所管理的能源和地域 要大得多 随着这个管理能力的提高 管理地域的扩大呢 使得这个村子 又开始合并 成为君 根据周代的这个规定啊 天子 地方千里 分为百县 每个县呢 又有四县 因此啊 在秦代以前啊 郡一级的行政单位 要比县小一些 就相当于现在的乡政一样 从秦代起呢 郡一级的这个行政单位 就开始变大了 就比县大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第四一级 而临近的这几个郡呢 由于联姻啊 或者战争啊 等等各种原因呢 联合起来了 或者建柄了 于是呢 一个更高形式的管理组织 邦和国就产生了 当然 古代的这个邦和国啊 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国家的概念 它是不一样的 当时呢 实行的是分封制 这就导致了 很多很多国家的产生 国家的规模呢 都非常的小 近中原地区呢 当时就有万国 有的啊 虽然成为国 实际上呢 就和现在的这个县 差不多 有的呢 甚至更小 和相差不多 所以呢 中原地区才会有万国 当然 这个万呢 它也只是一个概述 并不是实质 在邦和国之上呢 还有更高级的管理组织 从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 下开始呢 一直到商和州 这个万国呢 都统一在中央王朝的领导之下 从草木死生的这个尊 发展到 仍可聚集的 臀 再发展到 形成村落的 村 伴随着养殖业的大发展 牛羊成群 小小的村落呢 又发展为郡 再从郡呢 发展为邦和国 在国家之上呢 又经历了 统一的王朝 你看 这个发展过程 更像是一幅 人类原生态的 社会发展路线图 另外呢 从这个散居的人口 发展到 管理人员 影的诞生 再到更高级的管理者 军的形成 这个发展过程 又多么像一幅 人类管理体现的 发展路线图 这么看来 汉语思维啊 实在是 妙不可言的 原创思维心态 这一讲呢 我们讲了 屯 村 郡 营 军 等字 在下一讲呢 我们继续讲 与邦国有关的内容 讲国和灵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